欢迎来啦,我是专马 狮女的故事第三集回归啦 厨房送还一连播了三集 小熊在这个女人是行走子宫的国度 会展开怎样的故事呢 等剧集再多跟几集后 我们就回归结束哟 那么今天就来看一部由小熊 盈利莎白莫斯主演的电影 爱的就是你 和华哈哈没有关系 这是一部有点科幻的惊悚喜剧 老姨和苏菲是一对结婚数年的中年夫妻 像很多在一起久了的夫妻一样 他们的感情出现了问题 总是吵架互相抱怨 在苏菲的推动下 他们咨询了婚姻治疗师 治疗师推荐他们去郊外的一个别墅度假 在那里放松身心 修复关系 以前很多有问题的夫妻去过后 都重新获得了幸福 两人决定试试看 就来到了别墅 别墅周围人烟稀少 自然景色美丽 看起来是个度假的好地方 而且还有许多夫妻的合照留念 都说在这里找回了爱 两人松弛下来 死出闲逛 还坐下来一起享受浪漫晚餐 老一说起在主屋之外 发现了一栋独立的客房挺别致的 中间隔着一片草坪 他们喝酒聊天 相处得很愉快 晚一点的时候 苏菲晃荡到了客房那里 她兴趣后 发现老一也来了 热情的和她亲热 但是很久都没有过性生活了 这一次简直是酣畅淋漓 苏菲一身大汗 回到了主屋 竟然看到老一躺在沙发上睡觉 这家伙也太神出鬼没了吧 苏菲还沉浸在刚才的激情中 想和老一交流一下感受 但老一声称 根本没有这回事啊 她一直都在这里睡觉 苏菲一下子就生气了 这是把她当傻子耍吗 难道刚才的体验不美好吗 干嘛要否认呢 老一也上火 认定是苏菲在胡言乱语 两人又像以前一样 开始互相指责对方 吵了一架后 老一跑到客房去 想冷静冷静 半夜苏菲主动过来 拥抱她和好 老一是在早餐的香味中醒来的 她一睁开眼 就看到了苏菲在煎熏肉 两人都同意不要再争吵了 应该好好享受假期 但老一还是忍不住想弄明白 昨天苏菲说和她啪啪啪 是开玩笑还是干嘛 而且她现在竟然还给她做熏肉 苏菲一直很讨厌她吃熏肉的 老一四处查看着 回到了主屋 一转头 竟然又看到了苏菲 还换了一身衣服 这一切真的太奇怪了 老一抓狂 抓着苏菲闯进客房 但里面什么人都没有 老一试图和苏菲领一礼 所有事情的时间线 她意识到 所有的怪事都发生在客房里 而且他们不能同时走进去 苏菲在外面别动 她独自走进了客房 她竟然看到另一个苏菲在洗澡 老一惊吓得不行 出来换苏菲进去 苏菲则看到了另一个老一在运动 这都什么事啊 是平行空间交叉了吗 还是穿越了 反正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 赶快打包行李 离开这个诡异的地方 但像所有的恐怖片 惊悚片一样 总有人要作死 苏菲中途就提出想回去 探索一下这新鲜事 也许能改善一下他们的关系 其实苏菲在这段关系中 一直是比较积极的 也占据了一定的主导权 她所希望的并不是重启 而是回到过去 在过去里 老一有着她最喜欢的样子 在客房里 她多多少少收获了曾经的体验 她忘不了 老一听从苏菲的建议 一起返回了别墅 她进去客房和翻版苏菲交流 发现她好像出不去这个屋子 除此之外 翻版苏菲更加成熟温柔 很体贴 相处起来很轻松 而外面真实的苏菲呢 还在逮着三年前的错误不放 对她念念叨叨 为了更有序的探索 老一制定了几条规则 他们俩会轮流进客房 一次不能超过15分钟 不能再和翻版有肢体接触 就算这样 老一还是不放心 妻子可是和另外一个男人啪啪了呀 虽然妻子当时以为那个人就是他 但心里还是感觉怪怪的 老一在苏菲进房子后 在外面上窜下跳 想进去吧 又开不了门 只能隔着窗户偷看 她看到苏菲正在被按摩 黑一脸很享受的样子 嫉妒得牙痒痒 等到苏菲终于出来 她忍不住打听翻版老一怎么样 苏菲觉得 那个人不戴眼镜 发型也比较年轻化 性格更加分居幽默 言下之意 就是一个她怀念的老一 轮到老一再次进入客房 她故意把手机留下 想收集到一些秘密 但翻版苏菲把手机还给她后 她打开一听 出了杂音什么都没有 很明显 老一还是比较理智的 努力的想搞清楚发生了什么 这两个翻版人到底什么来头 但苏菲就单纯的图个有趣 和翻版老一的相处乐在其中 他们一起玩游戏 一起谈天说地小兮兮 翻版老一总是甜言蜜语 想抚摸她 想亲她 但到了主屋大床上 老一看到苏菲还在开心地发着短信 原来翻版人也拥有手机 清晨的景色静谧安宁 苏菲不由地想要打开心扉 那些从来没有从丈夫那 得到过答案的问题 她开口询问起翻版老一 原来老一曾经出轨欺骗过她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翻版老一温柔地看着她 感谢她 就算这样也没有放弃 是她积极地做出了很多努力 想去修复关系 这次翻版老一再去亲吻苏菲时 苏菲自然地迎合了 人在情感中总是渴望被理解 但很显然 老一一直都忽视了苏菲的需求 而在翻版老一这 苏菲得到了渴望已久的理解 甚至是感激和支持 她心里的天平 往翻版老一那边倾斜着 试想 如果有一个外貌 几乎一样的恋人出现在眼前 但性格都是升级版 谁能完全不行动呢 老一其实也知道 翻版苏菲更体贴 也有过好感 但她明白其中的界限 怀疑其中的真假 更念念不忘 苏菲的真实 她脑子里奔着一根弦 总觉得整件事 不同寻常有阴谋 她收到了很多手机留言 都是亲朋好友在说 她之前问了他们好多问题 老一怀疑起翻版老一 但她才这么一提 苏菲就维护起翻版老一来 老一觉得不对劲啊 说着要外出去超市 却在半路就溜了回来 她来到客房 在苏菲打开的同时 打开侧门溜进来 假装起翻版老一 想看看苏菲的反应 苏菲倒好 直接对着她表白起来了 还完成了一次 激情四射的水乳交融 明明是啪啪 老一的心情 却真的是当到底 沮丧之下 老一找到了翻版苏菲 索性敞开天窗说亮话 大声说他们是冒牌货 是假的 而当再次轮到苏菲 和翻版老一见面时 她在外面用力砸门 苏菲从里面打开了门 翻版老一不见了 苏菲还指责她把人吓跑 等到他们回到主屋 两个翻版人竟然就坐在那儿 一脸轻松自然 好像眼前的事再平常不过一样 翻版人之前不是走不出客房吗 现在是怎么回事呢 老一充满了警惕 但苏菲却完全不在乎 甚至当翻版老一嘲笑讽刺老一时 她还觉得很好笑 觉得是老一太保守无趣了 翻版老一还揭穿了 老一之前假扮她的事 苏菲一听 倒没有内疚 反而指责老一心属不正 争吵中 老一走出去想冷静一下 在一个小房间里 她发现了一堆电脑文件 里面储存了很多服气的资料 也包括他们的 而两个翻版人在学他们说话 一遍遍重复 直到身陷 一模一样 真让人背后发凉 目前看起来 这应该不是什么平行时空或者穿越 翻版人不是真的他们 而是被训练成他们 一切都可能是那个治疗师补的局 但老一发现 这次是她打不开客房的门了 她被困住了 一直等到第二天早上 翻版苏菲来找她 把事情解释了一遍 因为某种神秘力量 翻版人原本是被困在客房的 只有老一和苏菲的感情有劣系 他们才能有更大活动范围 他们的目标就是拆散两人 从而取代两人离开这个地方 总之就是最后只能离开一男一女 如今翻版老一似乎爱上了真苏菲 翻版苏菲吃醋不干了 想要帮老一苏菲离开 老一还在努力理解 翻版苏菲又去找了苏菲 找借口捡衣服 把自己弄得跟她一模一样 翻版苏菲假装成真苏菲 向翻版老一表白 一起离开 但被识破了 另一边老一对苏菲敞开心扉 坦诚 无论是否完美 爱的都是这个真实的她 苏菲似乎被打动了 翻版老一闯进来 他们着急上火 为了争夺苏菲扭打起来 苏菲的神情似乎偏向老一 翻版老一见情况不妙 疯狂地往外跑 其实她哪个女人都不爱 她引诱苏菲 只是为了能离开这里 她跑到一半时 撞到了一堵无形的墙上 昏了过去 而这时站在老一面前呢 是两个看起来一模一样的苏菲 哪个是真的呢 老一带走了苏菲 他们跑到婚姻治疗室的办公室 想弄个明白 但对方已经人去楼空了 那想再多也没意义 就当别墅度假的事 是人生里的一个差距吧 毕竟他们的关系 真的得到了改善 他们又意识到对方的珍贵 成了相亲相爱的一对 老一靠在床上 苏菲去做早饭 她做的是熏肉 还记得那个苏菲讨厌熏肉的细节吗 所以离开别墅的是翻版苏菲吗 老一心里也煽起怀疑 但她只是迟疑了一下 就回应着苏菲的招呼 下楼去了 这个细思极恐的结局 让人不寒而栗 到底是哪一个苏菲离开了别墅 答案其实是开放性的 少少转换角度 就是不一样的世界 珍苏菲也许喜欢上翻版老一 所以老一拉走翻版的时候 她没有珍去 而主动留在了别墅 而更为成熟理性的翻版苏菲 可能也是以离开别墅为目标补了局 假装要帮助珍老一苏菲 让老一放松警惕 最终取代真神 但也有可能 现在的苏菲就是真的 现在的老一明显比我们开始看到的 变得分趣幽默了 那么她在经历了婚姻的修复之旅后 也是可以改变的呀 就像婚姻中总是会有冲突 有厌倦 也许是一方大步往前走了 发现另一方还停留在原地缅怀 毕竟没有两个人的经历是完全相同的 成长也会不同步 百分百完美的伴侣几乎不存在 既要去接受一些不同 也要愿意为对方做出一些改变 一段关系才能走得更远 求分享 求关注 求分享 求关注 求留言 求点赞 求留言 求点赞 请不吝点赞 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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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歌